哈喽大家好 今年来金星一直备受争议 除了他犀利的口才 更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是变性人 虽然如今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 大家都专称为他金星老师 但提到变性二字 还有很多人会议论纷纷 金星老师以舞蹈演员的身份出身 大家对以前的他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更关注的是大概也就是他的性别 确实他是变性人 但是金星老师活得比很多人精彩 金星的前任妻子叫肯波琳 肯波琳是艾利克的女朋友 而艾利克是金星 在美国学武时认得好哥们 艾利克和肯波琳这对小情侣 为租房子忧愁 想和金星合住一同 金星开玩笑地说 要不让你女朋友跟我结婚 这样你们就有房子住 我也能够拿到绿卡 这叫一举两得 肯波琳说 当初只是因为一句玩笑话而已 自己就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他 结婚之时 金星还很年轻 他不知道自己当时与肯波琳并非男女之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不愿意再被命运束缚 决定勇敢对变 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而肯波琳也是一位舞蹈演员 颜值还挺高 不输明星迪律热巴 两人对舞蹈拥有着一样的热情 因此平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而肯波琳也成为金星的第一任妻子 其实当时肯波琳也有自己的男友 金星与肯波琳两人之间 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闺蜜 变性后的金星真正明白 与肯波琳之间仅仅是姐妹的感情 对方也能够理解她这么做 金星其实对于肯波琳也没有这么的喜欢 虽然维持了十年 实则如同闺蜜一般 最终因为金星的变性 两人也选择离婚 而且在离婚时 金星已经成为了女儿生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才最重要 过去的往事就不要再重提了 金星和肯波琳两人都过得很幸福 对于他们来说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才最重要